各位弟兄姊妹,主日平安 我们今天宣教年会是联合的主日学 那我们会有大约有三个部分 接下来我们是10点15 我们预计10点15左右结束 到10点15我们会有三个部分 那我和葛牧师大约会有每个人25分多钟的分享 那接下来呢我们分享结束之后 我们会预留10至15分钟的时间 跟大家有Q&A的时间 有问问题和回应的时间和交通的时间 所以这是我们的安排 那由我开始 那我结束之后是葛牧师 我先来share我的部分 那我会今天我的分享的部分 主要是集中在德国的短宣和一部分 我在乌克兰看到的难民的施工 那接下来葛牧师会比较详细的分 我在波兰看到的这个乌克兰难民的施工 这个华沙看到的 那葛牧师会更加详尽的分享 乌克兰难民的这一部分 好 由我来share一下screen 好 很快的 我其实去年在 去年在分享 去年的联合崇拜的主日学 也是由我分享的德国的宣教的部分 所以可能会有一点点资讯上的重叠 我很快的介绍一下德国华人的概况 那我们的这个华人施工呢 我们不算跨文化 我们是这个整个华人 散居在世界各地的华人的 在德国华人的这个group 所以我们这是我们的传福音的一个 这个施工的一个对象 那在德国呢 目前有15万华人 这是在德国仍然持有中国护照的华人 无论是学生 无论是工作 无论是拥护 他们仍然持有中国的护照 但是已经有八至九万的华人呢 已经进入了 加入了德国的国籍 换句话说 这个我们粗略的估计 有二十四万左右的华人 二十三四万 有人说 有人说二十四五万 大约有这样的一个数目 在华人 在德国 那如果你从这个数据来看 这是从一零年 数据一几年 但是其实到统计一直到 一九年是逐年递增 那从两千年开始 因为疫情的原因呢 这个增加就放缓了 甚至稍微有一些的减少 但是总而言之 你会看到从一零年开始 其实留学也罢 工作也罢 或者是因着婚姻也罢 去到德国的华人 其实是在逐年递增的一个状态 那德国华人的人口结构 这个图表有一些模糊 你如果看左边的这张图 这个分割线 你就会看到 他们的年龄结构 大约在多大呢 你会看到三个最大的区间 是从二十岁到二十五岁 二十五岁到三十岁 和三十五岁到三十岁到三十五岁 换句话说 从二十岁到三十五岁的华人 超过了华人整体的一半以上 所以我听说 我看到另外一个资料 华人的 在德国的华人的平均年龄 是三十点一岁 还是三十点几岁 大约是这样子 所以相当年轻这group 这个华人 德国在德的华人的年龄结构 是相当年轻的 那他们在那里的身份不同的 但是最大的一个区块 是学生签证 那其次呢 是拿到永驻 就是我们美国人所谓的绿卡 和工作签证的 这是其次 所以他们最大的一个 一个区块 大家记 大家可以放在心里 就是学生签证 在德国的学生 是占相当大的一部分 那留学生的数量 在 这是17年到18年 就是疫情前 这个留学生的统计 那年刚刚好是 中国超过土耳其 成为第一大留学生 在德国留学生 最大的一个群体 就是中国人 中华人的留学生 所以这是我们传福音 很重要的一个 一个target 一个目标 那在德国 华人 华人宣教是有 我列出了四样的一个挑战 我们可以 我们在这里看一下 那第一个挑战 就是 庄家多 工人少 整个在 全时间 讲 国语的 这个 宣教士 国语的传道人 其实总共在他的名单 我看了不同的名单 大约二十 现在有一点点增加 二十五六位 二十六七位 全时间的 这些讲国语的宣教士 大家记得吗 在德国有多少个华人来着 二十多万 对吧 所以有人做过一个统计 所以 这个大约有 一个传道人 一个全时间的传道人 可能要面对 七千五百个 华人 是这样的一个比例 所以其实是 相当不够的一种状态 一个人怎么去 向七千五百个人 去传福音呢 去关怀 去牧养 去建造呢 是不够用的一个状态 当然 另外一方面 我知道有 大约有六七个 德一的宣教士 我们这几天看到 戴德生 戴基宗牧师 还有他的同工 就是这些人 曾经到台湾 到中国去宣教 所以他们会讲汉语 那么他们回到 自己的祖国之后 他们也投入到 这些的宣教的施工 大约有 有六七位的 这样的 德一的 做华人施工的宣教士 所以将近 这个加起来 就有三十多位了 那在目前在德国 有多少个教会 团契 或者是小组呢 那大约一共有七十个左右 但是呢 仅仅有常驻传道人的地方 有二十个 那正式在德国政府登陆 注册教会的数目 其实不足二十 有很多 其实并没有正式 注册为 非营利机构教会 只是 只是非正式的 能够聚集在一起 就自己 把自己称作一个团契 那也没有正式的传道人 信徒在那里牧养 那信徒牧养 很多 有的时候是学长啊 或者是怎样 那一旦这个人离开 这个牧养 就变成了一个空缺 这个地方就变成了 重新变成了一个 空缺的一个状态啊 那这是 所以 我也用一节经文啊 人未曾信他 怎能求他 未曾听见他 怎能信他 没有传道的 怎能听见呢 没有奉拆 怎能传道呢 德国的华人的 这个宣教的喝场 仍然需要工人 这是我们要为 德国宣教祷告的 第一个方向 那第二个 我讲到第二个挑战呢 那华人有这么多 二十多万的华人 他们在哪里呢 这是 德国的 那 大家先不要 先不要看右边这个图啊 那德国华人 居住地是相当分散的 当然 有几个大型的城市 这些的 大都市里边 华人相对集中一些 除此以外呢 大家记得 华人群体非常大的是留学生 那留学生 在德国有 有 德国 华人在多少间大学呢 有二百多间大学 都有华人 那右边呢 是整个 这个德国这种 大的院校 各类不同级别的 大的院校的分布图 那每一个 每一个点 几乎都有华人在那里 都有华人在那里 所以 居住地的 相当的分散 可能一个城市里边 几百个华人 一个城市里边 几百个华人 所以 这是 这是不太 这是跟美国 跟洛杉矶 跟加州这边 不太一样的情形 大家如果看到 这张图表 这里有一个叫 Airft 大家可以看到我鼠标 在这个地方呢 是我们目前 Airft 另外两个城市 就在它的旁边 也都是有大学的 都在这 这个州是图林根州 那Airft 还有威马和耶娜 这是我们教会 目前投入 在这里的一个服饰 所以 因为这种 这种 居住的分散 地域上的分散 这也给我们的传福音 给我们的 施工 带来一个挑战 所以 其实我这次去 传福音 这次去短宣的时候 我常常问 不同的传道人 一个问题 有没有一些的地方 这个 这个 还没有教会 还没有华人的教会 还没有华人团契 但是确实 有不少华人 在那里呢 其实每个传道人 都回答 有 有 但是呢 人数不多 那这其实是造成了 我们传福音 建造教会 在这里福音工作的 一个挑战 我们真的需要 有的时候需要 埋在那里 有的时候需要 对着这几百个 福音朋友 传福音的对象 倾倒我们的心血 所以我也引用了一节经文 这是保罗说的 他说他曾立定志向 不在基督的名 被撑过的地方 传福音 免得建造在别人的根基之上 所以在德国 其实仍然有这样的一个 喝场 这样的一个空间 只是呢 这种分散性 带来了很大的一个挑战 第三个 其实我觉得这是 这是相当大的 这蛮大蛮切实的 就是学生为主体的 这样的一个华人的结构 当中呢 流动性相当的大 特别是 你如果要做 以学生工作为主的 一种 牧养性的校园施工的话 那这种流动性 会带来很大的挑战 一个学生进到学校 一直到毕业 如果他是本科的话 最多是四年 这个 平均是四年 那如果他是研究生的话 那时间会更短 所以呢 其实留给你 传福音 栽培他 装备他的 这个时间和机会 是相当有限的 是相当有限的 那他们毕业之后呢 他们有不同的路径 他们无论是继续求学 有人很多 从东德会转移到西德 从德国会转移到欧洲 其他的国家 那也有人呢 就回国继续的 谋求 回国之后的一个发展的路径 无论怎样 你就会发现 以这样一个群体 为牧养传福音 建造的对象 他们的流动性太大 你如果以他们为对象 建立一个自立 自养 自传的一个教会 很艰难 为什么呢 因为过几年 又就一个新的循环 过几年就一个新的循环 那这种的挑战 会对传道人而言 这我觉得本身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挑战 我们眼见 能够眼看到的果效 是很有限的 因为你传了福音 栽培了之后 他们可能就到别的地方去了 所以这是 这是德国华人宣教的第三个 所以我也列起一节经文 这是传道书 第一章 第十一章 第一节这里说 当将你的粮食撒在水面上 然后呢 后面第四节说 看风的必不撒种 望云的必不收割 各位 什么叫当将你的粮食 撒在水面上 这不叫付诸东流吗 有的时候 德国这种福音工作 这种学生为主体的福音工作 就是复制 看似复制东流的 所以如果我们要求果效的话 其实是很难的 你就不撒种了 你就没有收割了 因为你单看 眼见的果效 我们必须是很难看到 立竿见影的 好 那接下来最后一个 这也是让我蛮悲哀的一件事情 我在这里分享给大家 在德国华人宣教 有一个领地意识 就是在这个地方 有不同的团队进去之后 建立自己的教会 建立自己的团体之后呢 我发现这些的团体之间的 沟通和合作是蛮少的 是蛮少的 那这种其实也为我们 带来了一些的挑战 特别在一个城市里边 出现两个团体在那里 同时设立教会的时候 如果这两间教会 如果又老死不相往来 其实这是一个非常不好的见证 各位啊 如果你看这些的异端 摩门教也好 耶和华的见证人也好 这些的异端 他们之间没有这样的问题 他们之间 他们之间是完全是一致的 反观我们这些正统的教会 我们这些基督教的团体 如果我们设立界限 我们缺少这种的沟通 合作 缺少这种合一 其实甚至会给木道友 带来一个困惑 所以这些圣经 是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 那里讲到有人说 我是属这个的 属基法的 有人说我是属保罗的 我是属亚伯罗的 属基督的 保罗挑战说 基督 难道基督是分开的吗 基督不是分开的 所以我们也要为着 德国的华人教会的合一 来祷告 好 那今天我们的策略是如何呢 特别是针对我们灵良堂 我们洛杉矶灵良堂 国语堂 参与这个德国华人宣教的策略 我列到三项 第一个 接力牧羊 这就是光能永利 光能弟兄 永利姊妹他们在做的 接力牧羊 他们每次就会去一个季度 每次就会去一个季度 一个季度三个月 两三三个月的时间 那这样一段时间 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因为我们传福音的对象 以学生为主体 各位 我们要与这一群90后 00后 这群在后现代长大起来的年轻人 他们不是听你讲一篇道 讲得很有道理 讲得很感人 就会去相信 就会去接受 你需要跟他们有关系 你需要跟他们建立关系 建立关系最需要什么呢 时间 而且要打破距离的那种 时间和空间 对吧 那这就需要有这种长时间在那里 那目前我们教会比较可行的 就是这种接力牧羊 接力牧羊 我觉得有两个可能性 一个 如果你像光能永利一样 他们已经在一种退休的状态 那你就有机会参与到其中 另外一个 我也知道 现在也有很多的 弟兄姊妹他们 work from home 对吧 他们只要有一台电脑就可以 就可以继续的工作 只要有网络就可以 那这样 其实也是可行的 那这种的陪伴 这种的关怀 全人的一种关怀 道成肉身的一种生命见证 这是在德国参与华人施工 非常重要的第一环 那第二个呢 网络上的这种空中的这种的网络的教导 但是我也写了一句话 叫做 但愿不只是讲愿 其实今天我也是 这个匆匆忙忙 早上六点半跟他们带领他们主日崇拜 那里是德国的时间是主日的下午 他们比我们快九个小时 那跟他们讲完道 通常什么叫做不只是讲员呢 如果我只是只是讲一篇道的话 其实他们从网上 从网络上能够找到很好的讲言 对吧 但是呢 我们每一次讲完道之后 我尽量的分别出一段的时间来 那当然今天时间有冲撞 我没有办法 但是我尽量会分别出一段时间 我也鼓励他们留下来 我们有很多的交通 那除了主日的讲道以外 其实周五和周六都有 查经的团契聚会 其实也是在网上可以参与的 所以我们不是只是deliver一个message而已 我们是也是借着网络 能够尽量的认识大家 跟大家建立关系 那在这个基础上 那第三环呢 就是我们的短宣 所谓的短宣 我觉得至少需要两个主日 至少需要两个主日的这样的一个时间 那我也解释了一句话 从网友 然后到奔线 就是 就是短宣 如果 如果今天我们只是 哦 哦 这个八月份 有两个做短宣 我去参加一下 我不是说这样的不行 我不是说这样的不好 但是呢 如果你在 before 你参加短宣 你就可以 借着网络上的教导 模样 或者甚至你不用去教导 你就是参与去陪伴 就去认识他们 然后呢 去参加短宣 去跟他们实体的面对面 我觉得这样的短宣 会更加的有果效 这样的短宣会 会更加的有属灵的一个功用 那这是我们教会 目前所在参与的 感谢主 这个 现在光能弟兄 永利姊妹 他们现在正在那里 那永宜 这个他也 参加了两个州的短宣 已经回来 那接下来可能有不同的人 可能 我听说神州的 这个 我们的上弟兄 山一红弟兄 可能也会有这样的一个 短宣的一个 短宣的 计划去短宣 所以也鼓励 鼓励各位 有机会 你看 哪一个 哪一个适合你 能够参与到其中 就鼓励你们 一同来参与 为着 为着德国华人的宣教 摆上我们的一份 好 那我很快地讲到 乌克兰难民施工 当然各位 我们知道 这个施工 产生于一次战争 对吧 那 产生于这个 俄乌的战争 各位 我真的从 这场战争开始以来 我听到各种各式各样不同的观点 有阴谋论的 有这样那样的观点 站在这个立场 站在那个立场 但是我想我们 比方我们要谈到这个施工 我用很快 我讲到这个难民的 我们怎么样用一种基督徒的 被洁净的良心和圣经的世界观 来看这场战争 首先我要 我要告诉大家 有一个事实 这个事实是不可否认的 先不管你的观点 事实是什么 第一 乌克兰是一个主权的独立国家 这是被联合国所承认的 第二 乌克兰的总统 泽连斯基是一个民选总统 他当时是73%的得票率 当上总统 现在的支持度是91% 这是一个民选的总统 你不能说是有一个斩首行动 你就要去斩首的 第三个事实 俄罗斯的军队 的的确确超过10万的军队 入侵了乌克兰的领土 俄罗斯也的确使用了很多重型的武器 危机到伤害到平民百姓的武器 投入到这场战中 甚至他也威胁使用核武器 对吧 好 我把这些事实罗列出来 那各位 我们的观点是什么呢 我们圣经给我们的世界观 价值观是什么呢 那我也引用了一节经文 以色雅书一章17节 你们要怎么样呢 学习行善 寻求公平 解救欺压的 给孤儿申烟 为寡妇变屈 弟兄姊妹 如果你看到这群难民 他们真的是以孤儿和寡妇为巨多 那我们要带着这样一个正确的世界观 来为他们祷告投入到这场施工当中 好 那 我 我这个我曾在 我曾在 祷告会分享过 怎么回事 我的邮件 大家可以看到吗 屏幕跳掉了 Hello 可以 可以 我屏幕刚刚跳掉了 不好意思 那 这次我跟葛牧师 我们结束了德国的短宣之后呢 我们 我的第二站是去了波兰 在波兰的华沙 我们去到华沙那里呢 我有机会参与到难民的施工 那那我有去机会去到他们的难民营啊 也跟他们有一段的这有一点点的参与到他们的福音服饰 还有分发的食物分发生活用品的服饰啊 那这个族群 这 这个难民啊 这次的俄欧战争难民绝大多数啊 有人说超过一半是在波兰 是在波兰啊 所以啊 波兰今天的政府已经几乎是在波兰 是一种超负荷的状态 在承受那这种难民 所以啊 在呃 那这些难民去到波兰之后 那他们的这种的逃亡 陪我们的福音工作带来了一个契机啊 那这个契机一方面他们面临亲人分离的一个伤痛 我很快说先说完啊 第二个他们现在面对的是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啊 在波兰他们的语言是不通的啊 那完全陌生的一个文化环境 然后呢 将来怎样 他们也不太清楚 将来是回去 是留下是去到不同的其他的地方 非常的uncertain的一个future 然后呢 社会给他们的援助 出现一种疲软的现象 大家知道刚开始战争的时候 其实波兰啊都打开国门 欢迎他们政府提供相当多的福利 但是今天我们听到的消息 无论是波兰 无论是德国 欧洲其他的国家 对他们的福利已经减少了很多啊 而且对他们的这种的援助啊 是相当越来越少啊 那在这样的一种状态下 各位啊 我觉得这是我们传福音非常重要的一个机会 各位啊 就好像今天啊 我们来到美国 我不知道多少人是移民或者是留学之后才信耶稣的 很多时候我们在一个安定的状态下 环境当中 我们不太容易信耶稣 对吧 很多时候神好像借着战争 借着这样的环境 把我们带到不同的一个陌生的环境 我们的人生 我们的价值观 我们的文化受到了冲击 心我们的灵魂就好像有了一个缺口 等到各位这群人 这群难民过了个两年三年 他们安定下来了 他们知道接下来 他们的生活状态的时候 兄姊妹福音就难以向他们传了 所以今天是一个chance 是一个机会啊 我觉得我们有机会参与到其中 我想葛牧师会给我们翻译更多啊 那这是我在他们中间跟他们传福音 哎各位你说张牧师你用什么 我用英文 你如果认识我多一点 你就知道我的三脚猫的英文是多么的别角 但是因为这样哦 我跟他们传福音啊 我至少那一上我跟好几个人谈 他们都愿意和我一起来祷告 我祷告的时候 他们都愿意阿门 你可见在他们当中是一个 他们的心是多么柔软的一个状态啊 那所以这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一个机会 这是今天这个大时代的一个时局的动荡 给福音留下的一个缺口 我想好 那我时间啊 我先结束到这里 那我把接下来的时间交给葛牧师 然后我们之后我们可以有一点Q&A的时间 好 好 弟兄姊妹 大家好 那么我就 二话不说 我就直接切录了啊 大家都可以看到吗 看得到可以 看得到但是没有全屏 全屏了 好 好 那么我 我就从这个在波兰 跟扎牧师分手之后 其实我就稍微提一下 我们这次大家可能没有提到 事实上我们 我们这一趟我们还去了 这个捷克 那去捷克的原因是因为 那么 我们从 我们到了柏林 到了德国的柏林 那么原本 是 洪牧师 他说他要带我们到 这个捷克的布拉格 那么 另外一个北加州的短线队 他们也要跟他一起去 所以他就顺便带我跟扎牧师一起去 所以我们就通通 这个好不容易跑到柏林去了 结果呢 出发之前 那么洪牧师才告诉我们说 这个火车 他买不到火车票 所以他们要礼拜二去 那我们已经定好的是礼拜一去去了 所以 我们没有办法配合改时间了 所以最后我跟张牧师 我们就想了办法 就最后就找到了 就是坐大巴去 坐大巴 那么我们就从柏林的大巴 一直坐 坐到这个布拉格 那么到布拉格呢 在右边这个图片就是我们跟 我们去那边 其实后来就变成是主要 我们去探访那边的 这个宣教士 一个韩国宣教士 这个韩国宣教士是 上次来我们教会分享的那个王部长 他们一起配搭同工的 那么这个他们 他们也是在中国的宣教士 后来出来之后 那么就到了捷克 在布拉格 布拉格是捷克的首都 在布拉格的这个华人教会 他们在华人教会 开拓教会 所以现在他们在那边 开拓一间 也牧养那间的华人教会 那么这一对宣教士夫妇 我们跟他一起分享 听他们 他接待我们到他们家住 住了一晚 那么他们也分享 他们怎么样子对中国人负担 实在很令人感动 夫妻两个人 跟我们是用中文交谈 那他们在中国人教会 虽然离开了中国 但还是新在中国 所以还是做华人的事工 而且同时他们也参与 在这个跟其他的韩国宣教士参与 这个训练 中国的宣教士这些的工作 所以明年二月的时候 他们会在清迈 泰国清迈 大概二月七号到十号 他们会办一个宣教大会 跟这个成立一个拆会 特别是针对拆派中国的宣教士 这是韩国的宣教士 他们所计划要做的事情 那么所以 我们在那边待了一个晚上 然后第二天一早 我们就从布拉格坐飞机 要到华沙 因为左边这个图 你就可以看见 那么这次我们到 其实到乌克兰 主要是有一位 这个王弟兄王长老 他是以前 我很早在刚来美国的时候 在普摩拉教会 当时候一位弟兄 他后来搬到西雅图 那么二十年前 他就跟这个一个乌克兰一 但是是美国籍的一对宣教士夫妇 到乌克兰去服侍 那服侍了就是 差不多就是将近二十年了 所以俄乌战争爆发之后 他们很积极的 也去参与在这个难民的施工 所以等一下我会更多的讲 那所以呢 他跟这一对宣教士夫妇的弟弟 弟弟就是在张蕾牧师旁边的 这一位叫做Pastor Frey 他也是就是乌克兰一 美国籍 他现在也是 也是在做乌克兰的难民施工 那么所以呢 我们就跟着他们 这个就是说要准备去 去托兰跟这个乌克兰的 因此呢 他们就来接机 可是呢 他们到达机场的时间 从西雅图的时间 原本是比我们晚一个小时 原本是我跟张蕾牧师 要到机场去等他们一个小时 结果我们在 我们在布拉格到华沙的时候呢 结果竟然中间经过 要转机 经过维也纳 就在维也纳的首都机场 结果我们没有赶上 没有赶上到华沙的班机 所以我们就等了下一班 这一等 等了差不多几个小时 三四个小时 所以等到我们 坐上飞机到达那边的时候 是变成他们在那边等我们 等了一个多小时 还两个小时 所以最后他们接到我们 跟当地的一个 也是乌克兰一的 一个牧师 那么他是在做神学院 他神学院院长 所以他们来接机 这是我们 从 这个 我分享这个也就是让大家看见 其实宣教工作 有很多的变化 也是看见有属灵的征战 所以不是观光去旅游的心态 而是要带着一个征战的心态 好 那么这个是我们在刚才张蕾牧师提到的 其实是 就是这个乌克兰一 美国籍的这个牧师 他跟当地的乌克兰的这个难民中心的一个教会 他们在做这个教会是叫他们有这个难民中心 他们也做他们也是开拓教会 所以这个当地的教会 他们租的一个地方 就是这个两层楼的 这是他们的well house 所以他们很多的这些物资会集中在这里 然后你看见这个卡车 那右边这边就是他们的这个well house 那这个卡车 卡车就会把它送到乌克兰里面的 各个地方的这些乌克兰难民的地方 去让他们能够发送这物资 那么这个地方呢 也可以提供乌克兰的难民 大概可能就是少数的几天的时间 因为他们这个等于是一个转应战 从这里他们就会要到别的地方去 所以他们在那个地方 就会要有机会跟他们分享福音 唱诗歌聚会等等这些 所以张蕾牧师在那边也有一些时间 他其实他就住在那边 所以他比较有多一点的时间 几天大概两天的时间 在那边跟他们分享福音 跟他们share他的见证 那么这个我就给大家 大家可以来听一下 这个是Walehouse的 Walehouse的这个介绍 你们声音听的可能不太清楚 那么基本上我这边就是在介绍他 说请这个Pastor Frey 他来帮助我们介绍 这个难民的这个地方 董牧师你是不是没有share computer sound 完全没有声音吗 几乎我这边听不到 我不知道其他人 有很小声 有很小声 他刚刚讲就是说他们的 我刚刚讲就两三天他的会呆在这里 他们会呆在这里 像这样的车袋在外面的车袋上 他们是送到Ukraine 到架岛的城市和Lutsk 然后从那里 他们都被移送到整个Ukraine 所以所有食物都被移送到那里 但这里的目标是 其实是看到人们 在祈祷的祈祷 和他们也认为他们 所以谢谢你这么多的支持 这个牧师他们在这里所做的 这个整个的warehouse 大概可以有三四十个人住在这个地方 短暂的两三天的时间 那么他们会把所有的物资集中在这个warehouse 然后送到乌克兰去 但是他们也另外有一个地方的收集一些的物资 就会送到霍兰本地的乌克兰的那里 那么这一位弟兄也是以前我教会的弟兄 他现在是一个教会的长老 那么他是十多年前就跟这个pastor 他们在这边一起合作做乌克兰的难民的事工 所以现在他们也一起合作 在做这些乌克兰难民的事工 我们准备在这个地方 要建立一个乌克兰难民的中心 来帮助乌克兰难民 甚至也传福音 装备造就他们 所以请丢者们来为这个事工 好 OK 好 那刚才那个 大家看到的是这个他们其中的一个短暂的难民中心 就是两三天 他刚讲 那主要他们是物资的救援物资 从美国各地运到他们那边 他们在把它运到送到各个地方 送到这个乌克兰的边界 在有乌克兰边界那边的叫做一个Samaritan Mission 他们会再把这些物资送分送到这个全乌克兰各地 所以这个是他们目前的做法 那么另外有一个就是张牧师刚才所提到的 乌克兰难民中心 那个是大概有几千人在那个地方的 那个地方就是 哎呀 那个环境就很不好了 所以这是大概我们目前所在波兰所有所去的两个难民中心 好了 那么我们在华沙的时候呢 因为这一位刚才讲的这位王长老 他在多年前 十多年前甚至二十年前 他们就在乌东的赫尔松 大家应该知道赫尔松 在乌东的赫尔松 有一间他们很大的教会 大概上千人的教会 叫做GCCU 就是Great Commission Church of Ukraine 那么这个教会 可能你上YouTube还可能也许找到他们一些的 他们教会的一些的聚会的记录等等 但是这间教会在乌东被攻占之后 攻占之前 教会就已经弟兄姊妹们 还有包括牧师们都已经逃离了 现在他们的牧师 就大概现在是在加拿大 这些这个刚才讲的这个Pastor Free 把他们申请到加拿大 那么另外这些其他的会友呢 大概都分散各地了 那么这一次我们在华沙呢 那么这一个王弟兄王长老 他就特别召集了 他们这一些在靠近华沙的这些的难民 这么教会的弟兄姊妹 一起那边有一个聚集 所以当天晚上我们三个人 我们四个人都一起到了这个场地 那么这些弟兄姊妹们聚集 来了大概可能有四五十个弟兄姐妹 我们还没有进去之前呢 他们知道我们来了 就在门口唱起欢迎歌围成一排两排 就在那边欢迎我们 哎呀实在是看见到这个教会 那么很可爱 很单纯的一个教会 所以我们在那边有一个晚上的聚会 跟他们一起fellowship 也跟他们有一点分享交通 那么这个这是 这是在华沙的乌克兰的这个教会 大家可以感受一点这些弟兄姊妹 他们的这一种的聚会的热情 那么那么接着呢 我们就从华沙 那么到乌克兰了 那我想弟兄姊妹们在成岛 弟兄姊妹应该都知道 那我们这个从华沙到乌克兰的这个旅程当中呢 其实我们从从华沙难民中心 开到这个乌克兰的那个边界 那么就要开差不多将近三四个小时 大概四个小时 那我们开了两个小时之后呢 就在这个路边 我们这个Pastor Free 他开这个手排档的这部车 是Volkswagen的 那么开开开开开 他就告诉我们说 他说好像有点问题 然后最后实在是开不动了 他就把他开到路边去了 所以这是中间这两个照片 就是我们 我们这个 在路边在那边 没有办法 只有在那边哭等 或他打电话 请这个在波兰的同工来 也请这个乌克兰的同工 最后他决定说 乌克兰的同工来比较近 因为乌克兰同工已经到边界了 准备接我们了 所以呢 他们从那边来我们这边比较近一点 所以呢 最后我们在那边等了差不多一个半小时 好 那么这个乌克兰那边的同工 开了另外一部车来接我们 我们就把这一部旧车 这一部抛锚的车就放在路边 交给波兰的同工 等到他们来这边来处理 好了 那我们在这个过程的当中 到了边界 右边这个图片 就是到边界了 你可以看见这个边界 很多的车在那边排队 很多的车在那边排队 那我们是因为有车子有那个 他这个叫做这个humanitarian的一个truck 好的 就是说专门做人道救济的这些的 他给你一个执照 或者一个牌照 所以你可以就不需要 每一部车都这样子的等 你就可以比较快通关 可是即使是如此 我们也还是要跟着这些车子 在过边界的时候在那边排队 所以我们在边界也排了大概一个小时 那真是很熬人的 那么在排到我想至少一个小时 也许我不晓得有没有一个半小时 两个小时 反正我们也时间都在也没办法去算 然后这个是我们左边的左下角 就是你可以看见 很多的truck停在那个地方 就是在排队等着要准备 这个出来的 出来的从乌克兰出来的 他们要经过边界到波兰 就要等着 他们有很多都是进去输送物资 或者是要有东西要卖 卖给这个乌克兰的 从波兰进去的 然后这些卡车再出来 所以在边界大排长龙 几公里的这样子大排长龙 这是边界这个就特别把拍下给大家看 那么我们进去之后 最左边左上角 就是可以看到在靠比较靠近乌克兰 乌克兰的西边的这些城市 你就可以看见还是比较 虽然这边西边是比较没有 没有经过这个战乱的 炮弹有 就说没有去打到这些比较偏僻的城市 他比较针对一些大的城市 包括乌西的大城市 那么所以有些地方其实是 没有什么特别的这些被炮弹打到的 但是你可以看到 在乌西的这些的城市 就比较是有点像农村 像乡下的地方 好 那么这个是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在一路上面 所拍的当时候的街景 这个是乌克兰的西边的城市 what's the name of the city Evalafent Hills say it again The name of the city is Evalafent Hills OK 所以一定看见这个城市 还是比较乡下的 整个乌克兰的西边城市 已经算是东边的状况是好的了 但是看起来 就像 中国的 可能四五级城市吧 或者是像 台湾的 可能很想象的地方 这个地方算是 因为战火还没有打 就这个地方 人们都还是 在过生活 但是在这里他们规定 60岁以下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左边的这个牌子 这些的建筑物 这个牌子 这个牌子上面 俄文写的就是 讲到说什么 感谢上帝赞美神 这一类的话语 所以感觉到 可以看见 在战争的当中 所以这个教会 也扮演一个很重要角色 好 那么接下来 我们就进入了到乌克兰 我们到了乌克兰之后 那一天我们这个 从早上 差不多五点钟 四点四五点出发 应该五点钟出发 然后四点钟 我的记不得很早 我们一大早就出发 然后出发之后 我们就一直这样子 刚才讲的抛锚 开车等等的 等到我们进入乌克兰 那么那个当地的 这个难民中心呢 我们已经是晚上十一点了 已经是晚上十一点了 所以那么当地的童工 就煮了 煮了夜宵给我们吃 其实算是我们的晚餐吧 那么我很讶异的发现 哦原来我们吃到了 这个水饺 乌克兰式的水饺 其实有点像是小水饺 或者像有点像 那个叫做什么 馄饨 我们就觉得 哇突然感觉感觉到 哇那个那个 很有这个亲切感 后来才知道 原来那个是他们 也是他们当地的 乌克兰的食物 我相信我就跟他们讲 你们这一定是从中国人学的 因为长的样子 很像什么的dumpling OK 好了 那么后来我们就在这个难民中心呢 第二天 我们就去做探访的工作 然后呢 邀请这些难民 然后在当天我们就 我跟这个弟兄也一起帮忙下厨 不过我们就是 我们是帮忙他们做 帮忙他们切菜 因为他们要做他们乌克兰式的 这个所以我们就帮忙他们切菜 预备饭食 然后呢 这个就等大家来参加 所以这些右边就是这些 难民们 他们来这边 我们预备食物给他们吃 那预备食物给他们吃 也同时 他们也拿这些食物 可以拿一些食物 拿一些这些米啦 或者是一些糖啦 这些东西拿回去 然后在这个当中呢 那么我跟这位弟兄 那么还有那个牧师 我们就在那个地方 问这些赖民 问他有没有什么需要 我们可以为他们祷告 那么这个是我们到一个山上 有点像是我们今天到一个山上的别墅区 到山上去 确实他们以前在战前的时候 是一个别墅区 有钱的人在里面买了别墅 但是呢 在战争发生的时候 大量的大量的难民 这个逃到 刚刚讲700多万 大量的人逃到 很多的逃到乌西来了 那么所以在这个地方 就很多的难民就 这个爬山色里 跑到这个些山上去 那么这些 这些这些别墅的 这些有一些屋者 他们就开放这个 他们的别墅 就就这个让他们住 所以我们就去了其中一个别墅 我们就去看这个 在里面的这些难民 从中间的就是 其中一位八十 他大概可能八十几岁 八十五还八十七岁的 一个老太太 那么我们去探望他 那左边就是我们带这些食物 带这些食物要带给这些难民 那右边就是我们看到这些的 在进入他们住的房间 我们跟这几个 这边住了两个老人家 还有一个老人家的弟弟 他们都住在那个地方 很可怜 这些老人家 他们拿这些救济物资的时候 他们要走 从山上走下来 要走走有时候走一个两两个小时的 这个路程 来拿这些救济物资 所以这一次 我们就特别开车上去 去把这个物资给他们 也顺便探访他们 好那么 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个标志 这个就是讲到 这一个大招牌 就是讲到说 我们要上上帝感恩等等 这些的 这些的一些的话语在上面 好 这个是你可以看见是很典型的 在乌克兰 这些东正教很多 东正教的这个教堂 好 那最右边 这个就是当时候的 我们经过的 这个一个算是一个乡下的 小乡镇 这个街景 让大家可以稍微知道一下 乌克兰的情况 那么这是我后来 我们到乌克兰的一个教会 也就是那个 刚才提到 Good Samaritan 这个Mission 这个是跟美国的 Good Samaritan Purse 是不一样的一个机构 他们在当地的 也叫做 豪萨 豪萨玛利亚人的 这一个宣教拆会 那么他们就在 这个创办人 这个负责人 他们就是把这救济物资 分送到各地 那么他也最 这个在疫情之后 就设立了 特别在俄罗斯战争之后 设立了这一间教会 那么刚开始 只有十几个人的 但是现在一下子 就增长到 这个 这个一百多人 所以在这个地方 他就安排我们那天 刚好是主日 我们就在那个主日 在那边有一点的分享 讲到 所以我在那边 这个分享 那么这个 这个路斯 他就把它翻译成 俄罗斯文 因为俄罗斯文 跟这个乌克兰文 他们基本上是互通的 他们都可以听得懂的 好 那这是我们在 另外一间的 这个刚才讲的 就是那个赫尔松的教会 大使命教会 他们在乌克兰 这个乌西的 这一个城市呢 也有他们的弟兄姊妹 逃到那个地方 那么这个地方 这一次来了就比较多 大概来有七八十个人 有七八十个人 好 很感动 他们弟兄姊妹们 那我就可以感 我就可以感受到 他们在还没有 战争之前的时候 这个教会那种 爱主火热的光景 他们唱诗歌敬拜 非常的火热 这个是在台上 跟他们分享 所以这个是 我们在乌克兰 就是这两个教会 有机会跟他们分享 请兄姊妹保持静音 好 那我给大家稍微看一下 这个乌克兰 这个大使命教会的敬拜 这是在乌克兰 大使命教会 他们在乌克兰 加克兰 在芬山加一格 那么这一次 把他们召集起来 好 过来 我认识 你 你 像你 你的 你 你 你的 你 你的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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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好我想时间关系我就不全部分享 大家可以稍微感受一下 这个乌克兰的教会 那这个教会我为什么特别提 很重要 因为这个教会就是 那个王长老他之前去服事的教会 那这个教会呢 他在之前十多年前的时候 他们曾经敬拜团花时间练了一首中文诗歌 然后就在那个聚会当中 他在这个王长老在那个教会分享的之前 他们就唱了这首歌 后来在我们这个乌龙乌东战争发生之后 这个视频曾经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 曾经在华人的教会的圈子里面流传的很频繁 很多人看到乌克兰的弟兄姊妹在唱中文的诗歌 那么就是这个教会 好那下面我就给大家 下面我就给大家 下面我就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教会唱中文诗歌的这个一个 他们这一次我们去呢 他们又再一次为我们唱了这首歌 虽然你要仔细听他们的中文了 但是他有中文字幕 你可以看一下 我们可以推荐来看一下 现在是X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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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教会 他们唱了一个中文的歌 来谢谢我们来这个地方 寶寶给他们 清早到晚上也会停住 你可以看见这一个王长老在那边哭 因为他看到这一幕 他就心中很难过 他就想起那么多年前 这些弟兄姊妹们在乌东的赫尔松 他们在那边敬拜唱这首诗歌的那种 我想他心里面的心情很复杂 这些弟兄姊妹们现在都已经逃开 都变成难民了 他们还把它翻成这个乌克兰文来唱 这首歌使得好像是 绞生使团出的一首歌 这首歌是 我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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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想過 binnen到我 articulate 要 Gonzalez Umm 我蘇 Pacific 我不怕我 不怕我 你 53 你 siglo 福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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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 好那么 那么接着 这个我们在乌克兰的服事 非常紧凑 那么除了到这两个教会 中间开车等等这些 很多时候真是 非常的赶 那么也非常的紧张 那这个时间是充分利用 几乎我们在那边睡觉的时间 吃晚饭的时间 常常都是晚上10点11点 那么睡觉也常常都变成 要到12点 1点才能睡觉 然后一大清早 又要开始起来 又跑另外一个地方了 所以呢 那么最后我们再要从乌克兰 回华沙的路程当中呢 又发生了 这个车子抛锚的事情 因为那个已经很黑了 那个是晚上 所以呢 我没有办法出去 外面又很冷 我们穿的衣服也不够 所以我就只能从车子里面照 所以你看到中间的照片 就是其实是外面是高速公路 那我们的车子呢 是停在路边 那个时候是 已经是清晨一点钟 清晨一点钟 没有一辆车经过停下来 所以这个当时候这个Pastor Free 这个乌克兰牧师 他就打电话 所有的同工们都在睡觉 也没人应 没有办法 所以我们后来就只有在车上面 在那个地方就哭的 后来这一个牧师就继续的打 继续的打 好不容易总算的给他打到了 结果打给这个波兰的 一个当地的纳明中心的同工 然后呢 那说他们会开车过来 那但是大概也要 可能要说一个半小时 两个小时 所以呢 我们从早上一点钟 就在车子里面 导着这个车 坐在椅子上面 就眯着眼睛睡觉 等他们来 等到三点钟 两个小时 他们来了 然后把这一部车留在那边 一个波兰 一个乌克兰同工就留在那边 继续的在那边要处理这个车子 好 那么我们呢 就跟着这一辆 从波兰开来的车子 就再开回到 这个波兰的难民中心 等到我们到波兰难民中心的时候呢 已经是早晨五点钟 乌克兰 波兰的早晨五点钟 那么这个开车带我们的 这一对夫妇 是一对夫妇 这个年轻的一对夫妇 刚结婚 好 很年轻 才刚结婚 这个女孩子才 才22岁 所以很早结婚 那么本来这个太太是要陪先生 就是送完我们之后 她就要再开回乌克兰的 所以她陪她 但是没想到 结果因为抛锚的事情 先生就留在那个抛锚的车子里面 去处理 太太就跟着我们 这个坐另外一部车 回到波兰难民中心 在那个地方等候 哎呀 实在是看见 这一次的俄乌战争 造成了多少的这一些 这些的悲剧 造成多少的这一些的 很多的问题 那么在回去的边界上 也是我们也等了一个 一个多小时吧 那么在那个地方等过边界 所以这一趟的乌克兰之旅 短短的 其实不到七天的时间 大概只有四天的时间 但是呢 确实好像是 好像是经历了两个礼拜的 短旋一样的感觉 好 那最后呢 本来我们以为这样子就结束了 可是我跟大家讲 神的安排带领很奇妙 最起初我要到波兰 是因为 我认识台湾的一个 这个板桥福音堂的张富民牧师 那么他就提到说 跟另外有一位何师母 何志勇师母 他们都跟我提到说 他们去波兰 那么在那边有难民工作 有一个华人 华人的一个教会 他们在做难民工作 所以我就想说去看看 但是后来跟这个美国的 这个乌克兰伊牧师联络上之后 我就决定去乌克兰伊牧师这边 所以呢 就没有 就没有打算去华人这边了 因为华人这边比较是 主要是在做救济的工作 但是最后我就想说干脆 既然大家都在做 那不如我们大家看完彼此了解 免得做一些重复工作 所以后来我们就跟这个 Pastor Free 跟这个王长老 我们就三个人 我们就约好了这个华人的 这些弟兄姐妹 我们就去探访他们 结果后来 这个才知道说 原来张磊牧师之前 在难民中心 托兰难民中心的时候 就跟他们碰过面 也到过他们那边 所以神的安排很奇妙 所以呢 我们就跟他们的 这个中间穿红色外套的 是一个加拿大的牧师退休了 那么他在俄乌战争的当时候 就在奥德萨 在那边算是义务的巡回的 牧养那边的华人教会 所以这次战争 他还有另外两位牧师 以及宣教士 还有这一位夫妇 就是最右边的这一对夫妇 他们是在那边做文字工作的 书房工作的 这一对夫妇 他们就一起组成了一个基金会 专门来做乌克兰难民的施工 所以这一次的 这个可以说是战争 也改变了他们的人生方向 所以他们就 也是跟这个美国牧师 所配搭的是当地的 乌兰的一个 波兰的一个教会 可以说是刚好就是同一个教会 所以我们就感谢主 我们就发现说 其实我们都可以一起合作 所以现在我们除了 这个华人的这边 也有这个美国牧师这边 乌克兰伊的牧师这边 我们都可以 透过他们来做乌克兰的 这个难民施工 所以这是我们感谢神 神让我们可以接触到这两个 做乌克兰难民施工的 这些的机构和教会 好那么 所以我想我们可以做什么呢 我想俄乌战争还持续的发生 你如果注意这几天 那么俄罗斯现在拼命的在攻击 这个乌克兰的这些基础设施 要让他们冬天很难过 实在很可恶 所以我们可以为他们祷告 那么我们也可以 实际上面我也跟他们谈过 也可以有短宣的 但是可能一次的短宣队 可能人不要太多 大概四五个人 五六个人 那么可以去难民中心 去帮助他们 服侍他们 如果长一点的 像有学生 如果有长一点时间 也可以去那边一个月 两个月做这种的 这种寒假或者暑假的短宣 也都可以 那当然我想刚才 不管是德国 或者是这个乌克兰 波兰的难民施工等等 我想也都是需要 有长宣的工作 这也是我们希望 透过这样子的短宣 越来越多弟兄姊妹们 也可以找到他们人生的方向 不管是连长的 这个early retire的 可以做这种 像光能有力 他们这种的长宣工作 或者是 这个去做短线的工作 这是我想 我们可以跟大家一起 看怎么样子来服侍 这些的弟兄姊妹 这些难民 跟德国的这些的 这些中国留学生 好